台北市最大的土地公庙却要被拍卖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哦 原来呢是这间庙叫做锦佑公是位在成德路的精华路段 每一坪上看一百万而持有部分土地的黄信地主 借贷了四千万元想并购全部的土地但是现在却还不出利息 就连持有地也要被士林地院拍卖了 而其标价据传是2.6亿元 百年老庙恐怕将面临拆除了命运 一来就动手推摄影镜头对着媒体大小声 锦佑公管委会委员丝毫没有土地公的和气 行为火爆也能够之前协调多次爆发冲突 为在台北市成德路的锦佑公百年来香火鼎盛 由信徒一专一瓦捐赠建成 连前隔窥何应青也是信徒但也因为他的地段家 持有部分土地的黄信地主想要整并所有权借贷四千万收购 却只收购不到一半的土地 如今他的债权人收不回四千万元 向士林地院提出强制拍卖 八十九坪的土地底标高达两亿六千万元 不过地方人士老神在在因为这一拍 不但一瓶高达两百六十万元 还有可能要拆除庙宇前半部结构 在广委会的强势运作下 如果真的被建商标下 恐怕冲突会比文林院还要夸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